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条条的跑出来 其实眼角纹并不是很可怕 并不是不可逆的 只要我们平时注意保养 也能控制它肆意生长 一 多做眼部按摩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减轻余尾纹 按摩时可以同时配合 使用抗衰老精华 以横威姿手势 从眼头滑过眼部 拉开眼角 再顺时针在眼部轻轻按压 二 热敷眼部 长时间看书 看手机 会使眼周 肌肤疲倦 时间长了容易长皱纹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热敷的方式 促进血液循环 从而恢复滋润不紧绷的状态 三 多吃含维生素C的食物 胶原蛋白可以增加皮肤储水功能 可以保持皮肤组织 细胞内外的水分平衡 如果想要提高胶原蛋白 要多吃水果和绿色蔬菜 其实皱纹不可怕 可怕的是 很多人发现自己长了皱纹 也不当回事 结果没过几年 眼角的皱纹越来越多 再想保养也是羞 是从古至今 人们一直都在追求的东西 现代人生活物资充足 医疗发达 现在来说 寿命都比较长一些 但是即便如此 人们对长寿的追求 还是没有改变 总是希望自己能活得久一点 那么如何长寿 这四点值得你看一看 一 微胖 现在人多以瘦为美 胖子变得不受人待见 太胖的人 的确会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 但是过度追求骨感 是误区 微胖才是健康的身材 其原因在于皮下脂肪稍多 利于储存能量 抵抗寒冷 提高免疫力 保护重要器官 从而延缓衰老 很多重要的人 害怕患上慢性疾病 或加重病情 很多食物都不敢吃 以为可以控制摄入量 只会适得其反 导致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 带来缺铁性品鉴 免疫力下降 二 微饿 长期坚持吃到七分饱 不仅可以保证营养摄入 还有利于控制体重 保持头脑清新 保持七分饱很难 对事物有意未尽的感觉很难受 只要把食物拿走 很快就会忘记想吃东西 通常来说 在吃饭的时间规律 这顿吃了七分饱 下一顿就不会有明显的饥饿感 如果饿了 可以再适当地加一点分量 三 微汗 运动中出汗多少 常被人们作为评价 运动效果的标准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 大汗淋漓并非最佳的运动状态 可能导致虚脱 跌伤 因此应遵守适度原则 以微微出汗 稍有疲惫为宜 坚持每天至少在户外活动 三十分钟 散步 游泳都是不错的选择 四 微凉 当身体感到微微发凉 但机体免疫力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 抗病能力更强 睡眠质量更高 但是不要过度利用外界手段干预室温 忽略自身的体温调节系统 比如冬天室温设置过高 在屋里穿短袖吃雪糕 夏天温度过低 晚上干 女性朋友啊 早三十岁之后 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尤其是咱们的肾 更应该是要去好好的保养 那么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 叫深蹲 深蹲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可以补肾易扬 还有很好的减肥效果 女性朋友也可以一起来练哦 咱们深蹲的标准姿势 双脚打开 以肩同宽 或者比肩宽一点也可以 背部维持正直 不要攻起 也不要凹陷 蹲下的时候 双腿和地面平行 双眼直视前方 挺胸 身体不要过度倾斜 稳定我们的身体 膝盖和脚尖的方向相同 这个动作呢 一天咱们做五到十次 手脚冰凉 后腰发冷 这是由于肾阳不足所引起的 俗话说得好 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脚补 说到底 睡眠是个不慎良药 安安稳稳的睡觉 胜过吃各种不要 第一个动作 环颜握 每天睡前练习五分钟 首先咱们身体平躺 胯部放松 双腿弯曲 脚扣跟 放在咱们的会应处 然后双眼 紧臂 双手 放在腹部 这个姿势 保持五分钟即可 第二个动作 环颜握 这个动作是环颜握的升级版 咱们建议 练习 一个月之后 环颜握 再次练习这个动作 与环颜握相同 身体放松 胯部放松 然后 双脚 微微曲膝 脚后跟 放在会应处 咱们这个双手 叠加 放在咱们的百会穴 头顶 然后 双眼 微臂 这个时候 咱们的双臂 围成一个圈 可以很快的 使阳气循环 肾不好 想要肾脏 好起来 三种食物 就一定要忌口 再喜欢 都要忍住 不然伤肾还伤身 让你离男人味 越来越远 一 奶茶 这种食物 非常多的女孩子 都很喜欢 但是奶茶中 含有非常多的香精 和添加剂 如果正常喝的话 不但会让人变胖 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二 甜菜等含有草酸的食物 这种食物中的 大量草酸 进入身体后 会与身体的钙相结合 形成草酸钙 肾脏无法进行分解 会对肾脏造成很大的伤害 三 大量的豆腐 大家都知道 少量食用豆腐 对身体好 对皮肤也好 但是大量食用豆腐 会导致身体出现大量的含痪 大家好 我是口罗 很多人因为伤果色息 和饮食习温不规律 导致体内的湿气都很重 而且湿气重 如果不及时调理 很容易引发各类疾病 那么湿气重 怎么调理呢 一 适当地进行有氧运动 如果体内湿气比较严重 那么就要进行一些 适当的有氧运动 比如说 慢跑 打羽毛球 或是做瑜伽 适当的有氧运动 可以加快身体的 新陈代谢速度 促进体内垃圾排出 减少湿气重的情况 二 多吃清淡的食物 体内有湿气的人 在饮食上要多加注意 最好是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吃一些可以清热 沥湿的食物 比如说 红豆 苦瓜 白菜 冬瓜 这些食物有利于体内湿气排出 维持身体健康 油炸和辛辣等刺激食物 最好少吃 会加重肠胃不适 不利于湿气排出 三 不要熬夜 平时注意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 每天晚上都按时休息 最好在晚上11点之前 就能上床睡觉 让肾脏和其他习惯 能够把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 减少体内湿气 双手 如果双手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往往在第一时间就会发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过 就是自己的手上 或者是手缝的地方 长出了一些小水泡 一抠就会破掉 很多时候还会其样无比 在水泡脱落后 长水泡的地方还会脱皮 当然 手长水泡也是很常见的 所以大多数人会任其消散 其实这种水泡 在我们医学上称为汗泡疹 也是湿疹的一种 它发生在手脚上 因为体内湿热之气 不能透发而育于肌肤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手上长了汗泡疹 其实就是在提示我们体内湿气过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体内的湿气下手了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能够去除湿气的药物和食材 去达到目的 外治疗法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拔罐和刮痧都具有通行血脉 确实是不是也像我一样 常常幻想着自己 躺在那里是很多的好吃的 然后每天还是一副特别苗条的身材呢 俗话说的好 美不美看大腿 今天我来教给大家一个动作 让你躺着不动都可以瘦大腿 跟我一起来学吧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首先咱们先将双腿分开与肩同宽 然后跪在瑜伽垫上 上身保持直立不动 吸气提臀 然后咱们将双腿打开往下坐 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向后躺 然后用我们的双手去抓住我们的脚护根 这个动作叫做金刚坐 这个姿势每天保持五分钟 可以很有效的瘦大腿 大家学会了吗 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只要坚持下来 一周就会看到特别神奇的功效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